我们来看看高血压这个疾病 它形成了一个机制 首先 一个身体正常的人 他的血压呢 大约呢 是在这个高压120 低压呢 大约在这个七八十之间 90之间 都算是正常的 可是呢 当一个人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通常呢 他的血压呢 也会逐渐的变得不稳定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血压的不稳定呢 我们知道血压是帮助身体血液循环的必要条件 当我们的血压正常的时候 就可以支持血液的循环正常 但这里有个条件 血液循环才是我们的关键 血液循环正常 比血压正常 更为重要 因为血压是服务于血液循环 对吗 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把高血压这个疾病的重点 先转移出来 转过来看 血液循环才是高血压的关键问题 那么 血液循环受哪些因素影响 首先 受到血管的弹性 的影响 假设 血液循环没有什么弹性 那么 血液要想正常循环 就有困难 各位有没有看到 那些水管 如果软塌塌的在那里 水就很难流动 如果 水管 很笔直 很有弹性 水就冲得比较远 对吧 玩过水的人都知道 如果要让水射得比较远 他就要把前面的那个端口压一下 增加一下水压 然后就可以把水射得比较远 对吗 影响血液循环的另一个因素 就是 血液的粘度 在江河湖泊里面 水液干净 流的就越快 水液脏 流的就越慢 好了 我们现在理解一下 血液循环的目的 血液循环的目的是要把营养和氧气 送到全身各个细胞 令到每个细胞都能够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 一旦 血液当中的 有害物质 比如说 脂肪过高 挡固醇过高 游离的钙质过高 血粘度过高 那么 当血液当中的粘度增加 那么 血液相对 它的流动速度就会下降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当血管变得逐渐硬化 逐渐失去弹性的时候 血液循环呢 也会受到影响 好了 记住 我前面讲的 人的血压是服务于血液循环的 当一个人年纪增加 他的血粘度上升 血管硬化的时候 他的血液循环会减慢 他的养分供应速度会减慢 可是减慢是要不得的 因为一减慢就意味着 全身细胞得不到及时的营养 各位你知道不知道 那些细胞 差几分钟得到营养 他就死了 他熬不住的 有很多的细胞 他就那样的一个生命周期 在要求的时间段内 如果没有把营养送到那个细胞 那个细胞马上就死了 比如说大脑营养 如果大脑缺氧 大脑细胞很快就死完 偏偏大脑细胞死完之后 又不会再生 你就会得老年痴呆 所以 血液循环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当一个人年纪大之后 血管逐渐硬化 血粘度上升 血液的流动速度会下降的时候 身体会感觉到 然后身体细胞发现 怎么搞的 营养送的这么慢 于是细胞就发出急救性号 然后通知大脑 大脑立刻分闭一些特殊的荷尔蒙 然后促成身体 把血管收缩 提高血压 这个时候血压升上来 血压一升上来 血液的流动速度就恢复正常 身体各个细胞就能够得到营养 所以 年纪大之后 血压的上升 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 合理 有益的反应 当然 血压过高会造成血管壁受到压迫 长期的血压升高 会造成血管壁受到的压迫 影响到整个血管的健康 最后导致血管容易脆化 甚至导致血管破裂而造成脑溢血 所以长期血压一直升高 的确也不是办法 可是问题是 人体在调这个血压的时候 是很智慧的 他可不会从120 随便一下子调到180、220 他会慢慢慢慢调节 根据这个人整体的血管状况 血液的粘度状况 做湿度的调节 这是身体的智慧 然后呢 如果你开始去治疗高血压 而不是帮助血管的弹性增加 血粘度下降 这个时候你就进入了一个误区了 这个误区在于 你发了很大的功夫吃降压药 把血压降下来 可是血压一降下来 血液的流动速度就降下来了 血液的流动速度一降下来 供氧就降下来了 供氧速度一降下来 全身细胞得不到营养就开始敷旧了 啊 头晕了啊 这个燃瘦了 各种信号发布到大脑 大脑一听 奇怪 我刚才好不容易把血压降下来 谁帮我弄下去了 他马上就会想办法 又把血压提升上来 一提上来呢 血液的循环速度快了 然后细胞得到营养 大家都松口气 刚松一口气 可是你们家呢 现在医疗很方便 随时都可以找到测量血压的设备 一测 血压又高了 两颗药下去 把血压降下来 一降下来 前面的那些细胞就生气了 我们辛辛苦苦的工作 让你供一点营养 怎么半天送上来又给我弄回去 送上来又弄回去 医师又通知大脑 大脑又封闭信号 就在想 奇怪谁在跟我搞鬼 医师呢 这些吃高血压降压药的人呢 这辈子你可惨 你的身体要发很大的力气 消耗很多的能量 把血压提上来 甘松一口气 你就吃了降压药 把它降下去 然后他又得挣扎 想办法又把它提升上来 然后你一吃降压药 又把它降下去 这辈子你根本就不是 在治病 你在跟自己的身体作对 如果说你的血压 突然之间上升到 一百八两百二很高的地步 受到某种因素影响 被迫的升高到这么高的地步 你吃点降压药 稍微帮助稳定一下 这是有必要的 可是对于那一些 由于年龄的老化 造成的血管硬化 然后血粘度上升 他的血压的升高 是身体智慧的象征 如果你治疗的是高血压 你治疗的就不是病 你治疗的是身体的 那一些好不容易做出来的急措 那么怎么调节高血压呢 把重点转移 转移到一个核心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把血管的弹性恢复 什么叫血管的弹性恢复 血管的弹性 就是由构成血管的细胞组成 构成血管的细胞 如果死亡的速度加快 或者死亡不断的堆积 大量的死细胞 那么这个血管就会逐渐逐渐的硬化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如果你提供身体的营养充足 提供制造血管所需要的各种营养 那你的细胞就会不断的加速生长 逐渐的替换血管的那些死细胞 然后让整个血管逐渐恢复弹性 当血管恢复弹性 你再把血液当中的血粘度降下来 透过增加不饱和脂肪酸 透过增加卵磷脂 透过那些能够帮助乳发脂肪 胆固醇的养分的供应 将整个血粘度逐渐降下 这个时候 血粘度下降了 血管弹性恢复了 血液的流动速度就恢复了 你的身体也松口气说 我们干了这么多年 把血压升上来的工作 也终于可以停下来了 现在我们的血管恢复正常了 这个高血压的疾病就彻底 恢复健康了 不是被治好了 因为我没治这个病 我是恢复健康 各位 所以 有多少人在吃高血压的药 有多少人因为吃了高血压的药 而天天在那里提心吊胆 有多少人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不治之症 除了他得了高血压 还因为这样错误的误导 令到他增加了很多心理负担 说真的 我认为应该在三个月到半年之间 高血压这个疾病就有机会恢复健康 首先我们来试试看 让一个高血压的病人从今天开始 改喝大量的果菜汁 改以蔬菜水果为主食 把米面这些造成高糖高脂肪的食物去掉 因为米和面 米和面进入身体之后 它等于就是直接带来糖 因为葡萄糖含糖是100 而米和面含糖是91 糖的浓度如此之高 进入身体之后 这些糖又没有办法被及时应用 于是这些糖就转换成脂肪 由食物当中带来的脂肪 是经过消化吸收的 它的分子是很小的 其实不会造成血黏度升高 但是由身体转换过来的脂肪呢 却没有经过消化系统的处理 直接进入血液 从而造成血黏度上升 加上糖又是真正的黏的 我个人认为血黏度升高 脂肪其实不是真正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糖内黏着脂肪 造成的血黏度升高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让这个病人 从现在开始改吃蔬菜水果 带来大量的纤维 把血黏度逐渐逐渐的降下 然后呢 再不停的补充不饱和脂肪酸 比如说深海鱼油 亚麻籽油 小麦胚芽油 贡二亚油酸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 来降低血液的黏度 然后增加蛋白质维生素B 维生素C 矿物质 钙铭 以及那些所有用来合成 软磷子的营养物质 人体会应用蛋白质 维生素B 维生素C 矿物质 钙铭 以及维生素A 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来在肝脏合成软磷子 软磷子是降低血黏度的 一个关键的养分 它可以帮助把脂肪和胆固醇 乳化成一个非常细小的分子 从而加速它在血液当中的流通 所以呢 你要么可以直接补充软磷子 它的来源在大豆当中有 在这个鸡蛋的蛋黄当中有 然后呢 也可以直接的补充软磷子的 这个营养素 也可以通过补充蛋白质 维D维C钙酶 来帮助身体 得到制造软磷子的营养 当身体合成软磷子的数量 增加的时候 血黏度就会下降 所以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疾病 其实是同一类 降低血液黏度 增加血管的弹性 心血管疾病 冠心病 什么动脉硬化 心肌梗塞 中风 老血酸 老医血 其实都同一个问题 血管没有弹性 血黏度太高 血管硬化 所有的心脏病 高血压 其实是同一类的 解决它的办法 很简单 两个方向 第一个 增加血管的弹性 哪一些可以增加血管的弹性 关键的三大营养素 第一个 蛋白质的来源 它是 它是制造血管的关键材料 第二个 矿物质的来源 矿物质是决定这个血管 它的张力 是否能够自然的收缩 第三个 维生素E的来源 它可以保护血管的壁和膜 不容易受到破坏 第四个 还有一个营养 也对血管帮助很大 就是维生素C 它可以防止血管 脆化 破裂 当你有了这样的保护之后 血管增加弹性 同时呢 降低血液的年度 各位 所有心血管方面疾病的朋友 你都可以透过这个措施 来逐渐恢复健康 但是呢 心血管疾病 只是你看到的 跟这个有关的 一个大的疾病系列 还有一些疾病 其实跟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发生在其他的器官 比如说 眼部的疾病 眼部环斑性病变 白内脏 清光眼 血眼 血视 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通完眼部的血管 硬化 以及阻塞 造成眼部不能够得到 及时的供养 造成眼部细胞 不断的老化死亡 造成眼部的肌肉 缺乏弹性 改变他的办法 一样增加血管的弹性 降低血液的年度 改善血液循环 一是人的眼睛不用治疗 只要不断的提供营养 那么新的细胞不断的更新 替换旧的细胞 一是这里的肌肉 这里的纤维 这里的组织的弹性 就会不断不断的增加 你的眼睛会从近视变成正常 会从眼视又变成正常 会从白内脏又变成正常 会从环斑性病变又变成正常 不要起那么多医学名词 好好地认真地去研究一下 这个疾病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然后呢 这里讲的是眼睛 那么另外一个疾病 叫做老年痴呆 那又是什么呢 还不是同一个问题 大脑细胞得不到营养 大脑细胞不断地死亡 结果得了老年痴呆 改善的方法 一模一样 改善大脑的血液循环 改善血液循环的办法是什么呢 改善血管的弹性 降低血液的粘度 还是同一个病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要把这些病 分得这么奇怪 很简单 我们没有把人当成一个整体 发生在头部 就变成头部的疾病 发生在眼部 就变成眼部的疾病 没有从整体的概念 去看待整个人体 那再导过来讲 如果这个人肾脏功能不好 如果这个人的肝脏功能不好 其实也是同一个病 肝脏功能不好 代表的是肝脏那里不断地死亡了 肝细胞不断地死亡 肝细胞为什么会不断地死亡 很简单 肯定是送往肝脏的养分 不能够顺利到达 造成那边的肝脏细胞 得不到及时的营养 而不断地死亡 不断死亡的肝细胞 由于不能够及时地被清理掉 因为很简单 那里的循环受阻 才会造成肝脏得不到及时的营养 不但得不到及时的营养 也不能及时把肝脏死亡的细胞 把它清理掉 这个时候死细胞在肝脏堆积 就提供给了少量闯入进来的病毒细菌 提供养分 一是病毒就在那里繁殖 这个人就得了乙肝 就得了饼肝 就得了甲肝 管他得什么肝 只有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通往肝脏的循环 受到破坏 造成肝脏细胞的再生能力受到影响 一是不断地堆积着死细胞 提供给病毒大量的营养 令到病毒大量的繁殖 那么怎么解决肝脏问题 还是一样 改善通往肝脏的血液循环 提供均衡的养分 让肝脏的细胞能够正常的生长 不断的新的肝脏的细胞正常的生长 就会逐渐逐渐战胜病毒和细颈 我们的目标不是把细颈病毒杀死 我们的目标是让我们的身体 不再受到细颈和病毒的攻击 如果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正常的 那么细颈和病毒就无法侵害它 因为细颈和病毒只能吃死了的东西 它们只能对死的细胞产生作用 它们没有办法对活的细胞产生作用 打个比方 你把乙肝病毒涂在手上 没问题啊 因为呢 这里的细胞是健常的健康的 细颈和病毒进不去的 所以你用艾滋病病毒洗澡都没问题了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如果你让病毒进入血液 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血液当中呢 可以提供细颈病毒养分 细颈病毒得到养分之后 就会大量繁殖 大量繁殖的细颈和病毒呢 就会把身体各个角落的死细胞的营养 转换成 因为死亡的细胞是有营养的 这些死细胞提供细颈病毒营养之后 就会帮助细颈病毒大量繁殖 大量繁殖的细菌和病毒 才会对身体造成巨大的危害 这个人得了肾炎 肾炎怎么办呢 肾炎还是同样的 肾脏的毛细血管受到阻塞 阻塞的毛细血管造成养分 不能够正常输送 养分不能正常输送 造成毛细血管壁周围的死细胞 不断的脱落下来之后 不能得到及时的清理 然后也造成肾脏的细胞呢 没有办法及时的生长出来 替翻旧的死亡的细胞 然后肾脏功能就会衰竭 肾脏就会发生炎症 解决的办法还是一样 改善血液循环 增加养分供应 改善血液循环 目的是要让营养能够送达 那里健康的细胞 让健康的细胞生长 但是如果你的营养 根本就没有提供完整和均衡 那你就不用改善血液循环了 因为血液循环的目的是为了输送营养 所以做事情得把顺序搞清楚 血压的问题不在血压 在血液循环 血液循环的目的是为了把养分送过去 养分如果根本没有 那就什么都不用调了 回家吧 等死 所以这里呢 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根本的问题就是 人体细胞需要得到 及时的 及时的养分供应 这个养分供应 是指的构成细胞的完整的营养 什么叫构成细胞的完整营养 就是指含有大约40种不同的营养素 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维生素矿物质的均衡的营养 好了 讲完血液循环方面的疾病 这些疾病呢 当然你还可以想象 跟很多健康关系很大的 跟很多的人体健康有密切关系的 比如说你的呼吸系统疾病 你的消化系统疾病 不管是哪一类的疾病 你记住 先学会林海芬的思维模式 第一 改善血液循环 让养分能够送到那个地方 第二 提供均衡的营养 让你的细胞能够进行 很好的新陈代谢 使新的细胞 伸展的速度逐渐加快 然后呢 逐渐赶上了细胞死亡的速度 逐渐把这个平衡校正过来 刚才我掐了一下手 代表细胞死亡的速度 超过细胞伸展的速度 受到伤害 到了过几天之后呢 新的细胞逐渐伸展 旧的细胞的死亡速度 没有额外加快 那么就逐渐呢 就长出新的皮肤 在人的血管 人的组织 人的肝胀 肾胀 每一个部位都是同一个肌理 好了 讲完心血管疾病 我们现在来讲糖尿病 因为这是现代都市 发生的激励很高的一个疾病 听说这个 新加坡呢 是全世界犯糖尿病最高的国家之一 我去看了他们吃的东西 然后我就恭喜他们 我说开玩笑 你们简直是糖尿病的制造工厂 这种吃法不得糖尿病 就没有天理了 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人 都喜欢吃一种饭 这种饭呢 叫做咖喱鸡饭 你们知道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他们一年可没有四季 他们一年就只有夏季 冬天也是夏天 春天也是夏天 秋天还是夏天 什么叫做夏天 夏天代表 热量散发速度非常快 代表身体的能量 不断地转换成热量 对吗 这就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食物结构 必须是很容易被消化吸收利用 才可以迅速地转换成你身体需要 除了迅速转换成热量之外 还要迅速地修复受损 因为呢 长期的在天气炎热的地方生活 就意味着新陈代谢速度较快 什么叫新陈代谢速度较快呢 就意味着细胞的生长速度快 死亡速度也快 可是呢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人 他们的食物结构有问题 于是呢 他们细胞伸展的速度很慢 可是他们细胞死亡的速度 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快 因为他那里天气炎热 天气炎热代谢的速度就快 于是呢 他死细胞堆积的速度很快 新的细胞伸展的速度很慢 那好了 这就决定了有三个疾病 第一个 身体到处都可能发生炎症 因为什么叫炎症 炎症就是死细胞提供续颈病毒大量的养分 它的核心原因就是死细胞堆积在身体某些循环不好的地方 女性的妇科疾病也是因为死细胞堆积在子宫 暖巢 然后整个循环不好的地区 当死细胞堆积在那里的时候 细菌病毒就在那里繁殖 身体被迫发动攻击 这个攻击叫做炎症 用来处理所发生的事情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我几乎三个月左右就要到那里去演讲 就要到那里去看望一些病人 哎呀那里的病人实在是多如流氓 到处都是 整个马来西亚 我看我走没有多远就看到医院 走没有多远就看到医院 那个医院的数量好像比7-11还多 全死 为什么 因为这个国家的人不知道上天给他的恩赐 上天是很公平的 马来西亚人生活在 马来西亚人跟新加坡人生活在炎热的地方 要求能量供应的速度比较快 消化吸收的效率要比较高 所以上天就特地在那里种了很多的水果蔬菜 尤其是水果 可是这帮家伙 不要 他们居然去吃进口的鸡 然后呢 吃了很多的肉类 天气越热的地方也不应该吃肉 要吃只能一个礼拜吃一次半次 天气越冷的地方就应该越吃肉 肉该不该吃 要看你生长在什么地方 夏天就应该少吃肉 冬天就应该多吃肉 于是呢 马来西亚人呢 大量的吃米饭 吃完的米饭呢 又缺少维生素B 帮它转换成身体需要的能量 于是呢 这些米饭呢 就变成了糖 堆积在血液当中 我们来看看糖尿病 它的整个的行程 第一个 就是进入血液当中的糖 进入的速度太快 这个道理怎么理解呢 我请问你 如果在一个四叉路口 有一万人突然之间都往那个地方走 会不会造成交通堵塞 不一定 只要交通指挥员 能够恰当指挥 有序的一个一个通过 按照一定的速度 从哪里经过 有多少人都不堵塞 我到英国 哎呦 那个道路这么小 然后这么多的车 可是很少有阻塞 人家指挥的很好 可是呢 中国有很多的地方 没有多少车 天天堵在一块 那跟糖尿病作用的机制一样 没有吃多少糖 可是呢 所吃的糖呢 没有得到控制 以非常快的速度 迅速的在血液当中堆积起来 造成血糖散伤 如果你吃的是苹果香蕉 情况是不一样的 可惜呢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 偏偏被医生 警告说 不可以吃水果 很多人呢 都害怕吃肉 等一会儿呢 我们会在下一个 这个疾病里面 讲到肉类 其实呢 对你来讲 根本都不是坏事情 完全可以去吃它 最重要是 怎么去吃它而已 在疾病阶段 在衰老阶段 消化肉类的人力 会下降 这个时候 消化它的能力下降 不是代表你不能吃它 而是你要想办法 把这个肉炖的 炒的 弄的 比较容易消化而已 逻辑上 要把它搞清楚 糖尿病形成的第二大因素呢 是指糖无法被利用掉 我们看到很多的人 得了糖尿病之后 用降糖尿 用胰岛素 注射胰岛素 来解决糖尿病的问题 然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 很多的专家们 把那个糖 压下去 压下去 就像一个人的头 一个人的头 你把它压下去 你手一松开 它都会弹起来 用这样的强制性的方法 来降糖 是没有用的 我们来看看 糖是怎么用的 首先 人体得到的糖 是要输入到细胞 让细胞产生热量 燃烧掉 所以呢 胰岛素的作用 就是把糖 携带 然后送到细胞这里 然后细胞这里 有一个受体 它得到胰岛素 所带来的糖之后 接受到信号 就把糖拿来 把它燃烧掉 这就是糖的应用过程 那么得了糖尿病的人呢 中间出现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胰岛素不足 没有办法把糖 携带到细胞那里 第二个问题是 胰岛素倒是充足 可是当胰岛素 拿着糖 进到细胞的门口的时候 奇怪 那个细胞呢 它的受体不接受 那个胰岛素 拿着糖敲门说 我是胰岛素 我带着糖过来了 你赶快接受吧 结果呢 那个细胞呢 因为呢 缺少某种营养 比如说维生素B6 它就不接受 它说你别骗我 你带来的东西 肯定是假的 我不要 结果呢 这个糖就不用掉了 那 身体是一个系统 在这系统当中 缺少任何一种营养 都会阻碍 整个系统的正常运作 于是呢 一般的人 就开始吃降糖药 企图把糖降下来 当你把糖降下来的时候 记住 你只是把糖降下来 前方的那些细胞 它在等着这个糖呢 当你把糖 从血液当中的浓度降下来之后 并没有把糖送到那个细胞那里 一是那个细胞得不到糖呢 它就会发出信号 然后呼救信号 通知你赶快吃点东西 我们没有糖了 你赶快吃点东西 结果你的大脑就分闭饥饿信号 所以糖尿病的病人 为什么很容易饥饿呢 因为呢 前方的细胞 一直不断地在通知 你们怎么不送糖过来 好了 大脑分闭信号 开始你去吃东西 结果你又吃了一些 这个含糖量很高的食物 然后又没有吃一些 能够把糖利用掉的食物 结果呢 你的糖进去了 进去了呢 用不掉 然后就吃降糖药 把它降下来 这个时候很好玩的 这边一直在服行 给糖给糖 然后这边呢 又开始吃糖 然后吃完了 就把糖加起来 然后前面的那个细胞呢 还是没得到 结果呢 所有糖尿病病人 到最后呢 身体越来越衰竭 越来越疲倦 人量越来越差 所以基本上糖尿病病人 十个有八个 都是二十的 因为前面的细胞 没有得到糖了 这里就被人截断了 被人用降糖药截断了 把它在这里中断了 调理糖尿病的关键 三大关键 第一个 吃一些高纤维的 含糖 但是含高纤维的 那个糖 比如说 苹果 比如说蔬菜 比如说 各种水果 那些水果 虽然含有糖 但它含有很多的纤维 同时含有大量的水分 来吸湿这个糖 所以当糖要进入肠道的时候 由于被纤维挡在那 所以进入血液的速度 是很缓慢 不会迅速的造成阻塞 然后进入血液的糖呢 又因为你吃了 含有大量维生素B的食物呢 维生素B就帮助糖 转换利用 那么细胞拿到糖之后 迅速用掉 降糖的关键 在于把糖用掉 糖尿病的关键 在于把糖用掉 把糖用掉的关键 在于有大量的维生素B 以及足够的氧气 另外呢 在矿物质里面 有一种叫做个的 亲属盘 一个个别的个 这个物质呢 有助于帮助 整个胰岛素的效力提高 它本身甚至可以替代 胰岛素工作 另外呢 维生素C呢 也可以增加 这个胰岛素的工作效力 维生素E呢 可以对胰腺起到保护作用 所以在糖尿病方面呢 增加维生素B的摄取 维生素C的摄取 维生素E的摄取 以及个的摄取 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第三个现代人 最害怕的疾病 真的叫做糖癌色变 这个癌 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呢 其实对癌症呢 就像中医对癌症的态度 是一样的 中医把癌称作炎 就是炎时的炎 炎的意思呢 就是指坚固的东西 坚固的东西的意思 就是指那个地区呢 正常的循环呢 有问题 然后呢 不容易得到疏通 那么 我之所以不怕癌症 是因为我认为呢 人体呢 已经有着一整个系列的 处理癌症的技巧 比如说 一般来讲 得癌症的人长肿瘤 一般来讲 是长在某个特定的部位 我很少有听说 一个人呢 同时得肝癌 肾癌 胃癌 同时好几个部位 一起长癌的 很少有听说 除非做过手术的 造成这个 癌细胞转移的 那么为什么 人得癌症 会在一个特定的部位 听说癌细胞 会不停的生长 然后不停的 甚至会产生转移 但为什么 多数的情况之下 这个肿瘤 会在一个特定的部位 在那里生长 而不是到处乱窜 很显然 身体 已经把这个癌细胞 包裹在一个特定的部位 另外的话呢 我认为呢 医学上所说的 癌细胞不停的生长 我认为 不是癌细胞想生长 是有另外的因素 促成癌细胞不停的生长 因为呢 我相信 人体 任何一个部位 受到不断的刺激 那个部位 都会有异常的肿块 比如说 我拿一个这样的小指头 从现在开始 敲你的头 敲上半年 请问你这里 会不会有肿瘤啊 当然会 如果 一个人的手 不停的在戳 不停的戳 不停的刺激 不停的刺激 他就会长老茧 长老茧 也可以说是 这里的皮肤细胞 异常的增长 也可以说是 这里的基因 发生了变化 才会让这里 不停的生长 只不过长在外面 没有长在肝脏 没有长在肾脏 你就不觉得 他有多厉害 你也不会命名 他是癌症 但是 我认为 所有的异常肿块 都有一个核心因素 就是有一种 异常的能量 不停的在刺激 这个部位 异常的能量 各位要理解这句话 我们所吃的食物 如果能够被我们利用 那么就会变成 我们的机体 成为我们 对抗各种伤害的力量 可是当我们 吃了某些东西 当我们得到 某种能量 是我们身体 不能利用的 记住 能量能够利用的 就可以帮助我们伸展 不能够被利用的 就会破坏我们 打个比方 出去晒太阳 晒五分钟 阳光站在脸上 好舒服 可是晒五个小时呢 这么巨大的能量 我们一时无法接收 所以超过一定限度的能量 就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 造成伤害是因为 我们不能应用 对吗 所以非洲人 非洲人之所以长得黑 不是因为他愿意长黑 而是因为 他被太阳晒得比较多 他被迫的 多应用一些黑色素 涂在这里阻挡太阳 你就可以想象 能有多智慧 所以呢 非洲人的基因 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突变了 这个突变 并不是坏的突变 这个突变是一种 适应性的突变 那么你说 难道肝癌 胃癌 肺癌 这些都是适应性的突变吗 我认为 是有一些因素 逼迫身体 被迫 在那里 产生了某些变化 首先 人体的这个肿瘤 被人体的纤维蛋白 紧紧地包裹住 一般的一个癌症患者 他要成为一个癌症患者 慢性的这样的一个癌症 它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积累的 有些呢 要经过二三十年 才会从 这个早期癌症 转变成晚期癌症 那么 有一些人呢 他发生癌症的时候 他就很紧急 想要去医院 迅速地手术 迅速地进行 化疗和犯疗 他却不知道 这个癌 都长了二三十年了 你急什么 他二十年你都不急 你现在急什么 为什么现在会急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有人告诉你 有一些所谓的专家跟你说 早发现早处理就比较安全 真的吗 事实上 如果你头上有一个肿块 你真的拿一个刀割掉的话 是代表更安全还是更危险 如果你屁股上有一个坐舱 你真的拿一把刀 把它割掉 真的是代表安全呢 未必 事实上 只要是肿块 就代表身体已经处理好 包扎好 都已经把那些沾东西 不管它是癌细胞 还是毒素 都已经老老实实地 包裹在一个部位 只要你从现在开始改变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 令到你身体不再有条件 刺激那个部位 使得肿瘤继续生长 这个肿瘤 它就不会生长 就像你不再刺激你的手 你的脑碱就不会越来越厚 各位 当你手上有脑碱的时候 你能不能治疗 你也治不好 你如果把它撕掉 它还会长出来 你把它再撕掉 它还会再长出来 糟糕 这又是个不治之症 不治之症的意思是 不治呢 不治它呢 就有机会好 治它呢 就不治 打个比方 这个老姐 你只要不去治它 你别再去戳它 慢慢慢慢 不就不见了吗 对吧 同样的 你的身体 不要再去遭受那些异常的刺激 它也不会产生异常的变化 什么东西是导致癌症肿瘤发展的关键因素呢 我认为三大要素 第一大要素 就是食物当中带来的异常的重金属 尤其是隔 尤其是那些很难被身体利用的重金属 这些重金属 每一种金属都含有很多的能量 这些能量在你的身体就像一个电波一样的 不停地在刺激你的联膜 它时常会发出一些能量 如果还有一些发血物质在身体里面这个循环会造成 这种反应不断地加强 会产生很多的化学能量不停地刺激身体的某个部位 这种刺激是很轻微的一点一点示范出来的 逐渐就会累积成一个很大的肿块 另外呢 造成癌症的第二大因素呢 我认为主要是缺氧所引起的 我发觉呢 许许多多的人都没有办法调整他的肤息 那你会发现 小孩子啊 带过小孩的人都有经验 婴儿躺在那个摇篮上面 最常做的动作就是 有没有 带过孩子的人都会发现 婴儿不停地做这个动作 为什么 因为当空气里面的氧气不足的时候 它会主动生呼吸 因为婴儿很敏感 因为婴儿一缺氧 它就会立刻生呼吸 我发现老年人很少做这个动作 我发现病人很少做这个动作